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492集 无碍人 五五开 表表眨巴一下名谋 差异道 狗奴才你把握还挺大的呀 然后那双小妩媚的桃花毛子 扫了一眼怀晴哼声 哼 你想进宫 找我便好了 何必再带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呢 近来胆子大了不少 怀晴点点头朝他走过去 按照以往的情况 这时候林安肯定吓一跳 小兔子似的蹦一蹦 然后溜走 但这一次他没走 骄傲得挺起小胸脯 掐着腰 竟选择硬刚怀晴 催声嚷嚷着 怎么的 本宫说的有错呀 许清安不动声色的挡在两人中间 苦笑道 两位殿下别闹 主作都是外人 莫要让人看笑话了 难道你就不是外人 怀晴轻轻的瞥了他一眼 身材优佳 气质却宛如冰山神女的怀晴 微醋额眉 他意识到银罗许宁燕和林安的关系 在短时间内飞速的升温 比如许清安横插他们之间 是背对林安面朝他 这是下意识保护前者的举动 再比如结伴而来时 林安与许宁燕离得很近 已经超过臣子和公主之间的礼仪范围 显而易见 许宁燕已经渐渐的向林安靠拢 这个发现让怀晴心里莫名的烦躁 很不舒服 殿下之前不是问我 打算如何处理此案吗 我当时没有说 是因为把握不大 现在嘛 该做的都做了 模式在人 城市在天 许清安引导话题 不给两位公主撕逼的机会 见果然吸引了怀晴和林安的注意 他笑着继续往下说 最开始我最苦恼的是如何证明二郎的清白 证明他没有舞弊 为此绞尽脑汁 但后来发现 他有没有舞弊 根本不重要 许新年只是文官们展开政治博弈的由头 一个理由 或者一把刀而已 用通俗的话来说 许二郎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因此问题的节正破局的关键是政治斗争四个字 只有打赢了这场仗 二郎才能得到公正的审理 否则一个在朝堂没有靠山的家伙 清不清白很重要吗 怀晴微微汗手 你要做的是给他找帮手 能打赢朝堂局势的帮手 难度就在这里 白鲁书院学子的身份 让他注定是无根的扶贫 出宫们不落井下石就是万幸 不可能骗帮他 卫公如果出手 那么那些中立的文官也会下场 没有人希望看到卫公和白鲁书院结盟 王首府恐怕也不会视而不见了 里头的这些玄机怀晴自己看得明白 困扰他的事 帮手二字 没有了魏冤 许其安如何在朝堂中 找出可以抗衡左都御史 孙尚书 曹国公 兵部侍郎等人的势力呢 他所有的底气 无非就是魏冤而已 在这场博弈里 冤警地只是裁判 只要他不主动搞二郎 我还是能试一试的 徐切安心说 诸公们进入金鸾殿保持监末 静等了一刻钟 远景地姗姗来迟 无法转生的老皇帝 穿着朴素道袍 双袖飘飘 像道士而非皇帝 正常奏队后 刑部孙尚书突然出列 朗声说道 微臣有事起奏 刹那间 一道道目光看向飞袍官服在身的背影 略显死寂的朝廷氛围 在这一刻像是激荡起汹涌的暗流 一股股漩涡在朝堂诸公之间传递汹涌 前夕结束 大幕正徐徐的拉开 谋划此事的左都御史元雄 兵部侍郎秦元道 悄然的挺直腰杆 展露出强烈的斗志 以及信心 参与此事的大理寺清等党派 嘴角一挑 既等待好戏开幕 又有些迫不及待的要展开对许清安未冤的报复 大学士赵廷芳一派 势单力孤 眉头紧锁 换成平时 倒也不惧党派之间的挑衅 不惧那兵部侍郎之事 如今兵部侍郎携大势而来 将东阁大学士与白露书院学子捆绑在一起 要为东阁大学士洗刷冤屈 相当于为许新年洗刷园区 那敌人就太多了 殿内殿外 其余中立的党派 默契的看热闹 静观其变 若说立场 自然是偏向刑部上书 不可能偏向白露书院 圆景帝高座龙以气态佩然 爱情请讲 陈凤旨调查东阁大学士赵庭芳 收受贿赂 向考生许新年泄提一案 而今已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涉案人员有三人 分别是白露书院学子许新年 东阁大学士赵庭芳 及其作为中间人的管家 另外根据许新年交代 他是通过其兄许七安 结识的东阁大学士 孙尚书奏报完毕 相应的供词 早就先一步呈给皇帝过目 但凡是朝会上讨论的事 都是提前一天就递交奏章的 佐多御使袁雄测了测身 面无表情的看了魏冤一眼 其余官员也随之砍向魏冤 等待他的应对和反击 孙尚书这一步 是强行把魏冤拖下水 不给他袖手旁观的机会 陛下荣禀 微臣有话又说 这时候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御使出列 正是在云州立下汉马功劳的张行英 远景帝的回答没辩 陈生说道 爱情请说 张行英余光撇了一下孙尚书 扬声说道 陈要状告刑部尚书孙敏 滥用职权 驱打成招 请陛下下令三司会审 再查科举舞弊案 这是官场常用的一招 托字绝 此招的效果如何 最终得看皇帝的意思 就这 孙尚书冷笑反唇相机 此案是陛下亲自下达御令 刑部与府衙共同审理 相互监督 何来驱打成招一说 那三个人犯在牢里击着 是否有驱打成招 陛下派人一探便知 远景帝缓缓点头 不再看张玉师 各位觉得 该如何处理此案 张行英失望的站在那里 孙尚书回撇了张巡甫一眼 目中带着轻微的不屑 如此绵软无力的反击 这是打算放弃了 同时呢 孙尚书也难免翻起失望情绪 陛下的态度很明确 托字绝无用 但是也没有立刻将此案定性 陛下再给魏渊和赵庭芳 当于反击的机会 但是想着要把魏渊 脱下水的佐渡御史 袁雄眼睛一亮 当即出列作医 陛下 微臣觉得 此案性质极为严重 经多日发酵 京城上下人尽皆知 学子怨念滔天 百姓义愤填膺 不言半 不足以平民愤 这时 大理四卿出列 摇头道 哎 那徐契案代表 斯天剑斗法 心力大功 不可处置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